小朋友有點害怕的 從四米高的溜滑梯上溜下來 大部分的小朋友 一到地面 都是一臉非常興奮的樣子 有些小朋友有做保護措施 安全落地 有些小朋友一屁股著地 也不在意 經過幾次後 國小年紀的小朋友 還是繼續在排著溜滑梯 等著再次感受下滑的刺激快感 妳都不會怕 不會 真的 真的 第二次 才第二次而已喔 對 妳要挑戰幾次 小心 很多次 只是我沒有抓 腳沒有踩好 結果我就摔到屁屁了 當然也有小朋友是滑下來 就抱著老師哭了 因為速度實在太快 太恐怖 會不會很恐怖 有沒有被嚇到 三峽區公所為了活化 使用綠滴的中山公園 讓大人小孩有更多 出門玩樂的遊氣點 向市府民政局 爭取了兩百萬的經費 在公園內修建一個四米高的磨石子溜滑梯 日前開幕時邀請三峽國小三四年級的小朋友來玩 未來也將規劃三期預算 共一千五百萬 除了整建公園外 還將建置三種包括貝殼型 樹屋型等特色溜滑梯在公園內 希望讓特色遊具能讓中山公園華麗變身 讓大人小孩都愛來公園玩 中山公園其實在我們三峽我們算是一個相對比較低度利用的一個公園 所以我們這一次我們就在民政局的補助之下 那我們兩百萬元我們做這樣的一個溜滑梯 希望說透過三期的改造 讓整個中山公園換產一新 那吸引更多的在地的也好 或是說觀光客也好 來這邊來我們多增加一個景點 由於溜滑梯高於四米 限六歲以上兒童使用 公所也特地請民眾注意 高度比較高 所以說我們有規定要在六歲以上才可以來使用 那當然我們也建議說當小朋友來玩的時候 然後建議如果說可能的話家長也一起來陪同 公園是小朋友的免費遊戲場 有好玩的地方小孩開心 家長帶小孩自然輕鬆許多